狗中暑吃什么药煎消快 其实狗狗中暑之后吃药往往都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狗狗它的一个就是排汗排热的一个方式 跟我们人有着巨大的不同 像我们人排汗排热的一个方式 可能吃一些龙虎蛋什么的都非常好 在一个阴凉的环境中 但是狗狗它自己聚热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它自己散热的能力实在太差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往往第一点要把它放到一个通风处 甚至如果它那个中暑的一个情况太严重的话 我们需要用冷水甚至是冰水给它破胶身体 让它急速的一个降温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通过职场降温法 把冷水灌到职场里面给它降温 除此以外我们要看到中暑的时候 往往都会发现它有喘气过渡的情况 如果喘气过渡了胃脏气太厉害的时候 甚至不排除通过外壳的一个方式 穿刺给它排气 当然这个时候就有药可以去吃了 有一些可以破气的药可以去吃到 像一些就是西药或者是中成药 都有一些能破气的一些成分 但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它的体本给它降下来 然后之后一定要送到医院 为什么 中暑科不光是热这件事 它很容易造成跌节质的失衡 一些离子的紊乱 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 比如像酸中毒这样的危害 危害到它的那个脏气 危害其他的一些身体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送到医院里面 去进行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检查 或者是全面的检查 对于治愈它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判断 像拉季 出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